现在是早上 刚起来 刚去里面洗了一下头 其实也有很多人问就是洗漱怎么办 其实洗漱就是超市里 洗手间里 快餐厅里 刷牙呀 然后洗脸 然后早上吃的东西也是从超市买的 价格实贵 一切都非常方便 就像之前在美国一样 现在是在加拿大开支行动的最后一天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是回到多伦多的公路边上的一个大商城 我在这里刚吃了点东西 喝了点东西 还在里面用了他们的网络 写了两天的公众号的内容 地方就是给电脑 还有充电宝充电 多伦多电视台 还有多伦多车 这是多伦多的央街 我也叫它央队街 记住它是时间最长的一条街 然后今天在离开多伦多之前在这开一下 然后从这边开始 这个大概是央阶街的起点 右边呢 是央阶街刚才那个牌子 这是车上的这个视角 不想那么着急 来写正好 这个黄灯 一个中国的一个外卖在这边 把窗户打开 听一听外面的声音 那这边到了这个央阶街的灯塔式广场 很多人说也很像纽约的时代广场 看一下 短期视频呢 就开这一段 开这一段这个主街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条主街来想象 它有很多其他很多丰富的内容 各种不同的感觉的 你都能找到 我这边是从央阶街的北边 我南边看 我刚才并没有到很北的地方 因为那边实在是太远了 太远了 主要是想更多看一看 多伦多比较中心的这一块 现在又要到了央阶街的灯塔式广场 多伦多这个长轨的这个轨道就是 几乎就是说这个 这种街道是重叠的 但是我觉得多伦多很新鲜的 比较多 这个街后 想起多伦多 我们想起的影响 现在在这个多伦多机场还车 我的租车之行现在就结束了 把车停在那边 刚刚还车的人 就跟我说把东西都拿下来 我想把钥匙 然后车钥匙放在这个 车旁那个地方 钥匙在这里 我要在机场睡一个晚上 然后明天的早上开始我的另外一道行程 我的中美租的行程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一块是租车的上面一层 就有这种就是睡一个晚上 现在就睡觉的这种也挺友好的 其实就很方便 就直接在这躺一下 我是阿聪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 在屏幕的下方点赞或者转发 将人对他最大的认可 如果你对我过往80核的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目前我依然在环绕地球 第二队的过程当中 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的话 我们先疏